哈喽大家晚上好 我今天晚上呢下楼去了快递 然后现在已经洗完澡了哈 给大家看一下哈 一共呢是买了四个东西 这个都是我从天猫国际国家宝藏上面下单的 这四个产品呢都是我还没有用过的 我想说今天第一次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呢就是我特别特别期待的这个容浸抗糖丸 这个包装比我想象的要简陋一点点 但是性价比还是真的挺高的 因为像我平时的日常饮食 我真的是特别喜欢碳水还有甜食 其实我前几年就是怎么吃甜食 我的皮肤基本上都不会有太多的影响 但是最近我发现真的是一喝奶茶 我脸上就要爆豆 然后下表到这里 我觉得真的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 尤其是我过了本命年 就是抗糖化还真的是挺重要的 我也看很多明星啊 他们也都在分享抗糖化这些的内容 但是呢就是一般我们每天吃的中餐啊这些 就是好吃的东西就是碳水还有糖 就真的是日常饮食里边很难去避免 所以呢我这次就从上面买了这个抗糖丸 它里边呢一共是有60粒 就是你早晚各吃一粒就可以了 一共是一个月的量 容金这个品牌呢就是日本的这个老牌制药企业呢 他们是以药品的标准来生产的保健品 所以呢就是特别适合下诊呢 比如说像平时做西不正常啦 经常熬夜啦或者是饮食不规律啊等等等等 而且呢容金他们家也是做了好多好多产品 就是好多明星吃的那个消肿丸也是他们家的 抗糖丸那个上面就是我一开始在选的时候 我是不知道去选这个牌子还是选POLA的那个抗糖丸 因为POLA的那个抗糖丸它也是特别特别火嘛 但是呢POLA的抗糖丸是需要1000多块钱 然后吃三个月 平均一个月的话差不多就是400块钱 就是一个月400块钱来吃这一样保健品的话 确实我觉得有一点点小贵啦 然后所以我就选了这个容金的这个才100块 而且这个牌子也是在日本 就是特别畅销的一个这个抗糖丸的这个品牌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吃的 因为我觉得抗糖它就是像减肥一样 它是要融入你的生活里面 一定要长期的坚持下去 如果你坚持一两天就放弃了 那我们这一两天的坚持也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价格上面还是选择 就是自己能接受的范围内 然后你知道价格接受了 你才能更长远的把它给做好 这个闻起来没有什么味道 这个价格我觉得对于学生党啊 还有刚别大学生还是挺友好的 而且我有看好多人就是说 用这个抗糖嘛吃它之后 你就吃甜食 然后就不会那么容易变胖 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挺玄学的 减肥这种事情嘛 如果你要减肥就不要吃甜食了好吗 减肥就要少吃多冻 这个里边呢我倒出来 它就是这样一粒一粒的 闻着是没有什么味道 它就是早晚割一颗就行了 我今天晚上要吃我人生中的第一颗抗糖丸了 希望这个抗糖丸呢 可以让我变得美美的 早晚吃一颗 然后也是我特别感兴趣的这个 有破面膜 这个也是之前有很多明星一直在推 但是我那个时候虽然种草 但是一直没有下单买 然后这次就是跟着一起 就是想说买回来试一试 放冰冰同款 面膜界的断货王 就用了之后 这真的可以像冰冰一样吗 我今天就给大家在脸上亲自试一下哈 这个PTC酒货面膜 这是原POLA几下专供料装店的一款面膜 然后这款的话 它其实主打的就是 清洁美白补水嘛 其实清洁跟补水 就是大家应该就 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兴趣 但是一提到美白 这个兴趣就来了 我觉得很多人买这个面膜 也是相信它里边的一个美白成分 而且呢这个面膜也是日本的一个爆款美白面膜 哎呦这个好难拧 闻着一点点淡淡的发酵味 像我自己的话 还是挺喜欢这种涂抹式的面膜 你把它涂在脸上之后 可以做做家务啊 或者是晚上办公什么的 它都不会掉下来 这酒破面膜 它的假货真的都是特别特别多 所以大家就是买的时候 一定要认准那个天猫国际店铺 这样的话就不会花冤往前了 大家说一下这个酒破面膜的一个正确使用方法 那你能不能变成冰冰呢 第一步呢就是把脸洗干净 我已经洗干净了 第二步呢就是涂点爽敷水 因为这样的话呢 再敷这个面膜 它的这个营养会更好地吸收 小幅水我也涂好了 第三步呢就是要把这个面膜 哇 它里面真的是像豆腐渣一样 把这个面膜厚厚地涂在脸上 这个质感还挺微妙的 现在呢就是要静静地等待10分钟 10分之后呢 再用手上画圈的形式 按摩2-3分钟 这样呢就是就可以把脸上残留的 彩妆啦油垢啊这搓出来 按摩之后呢再停留一两分钟 然后喷点水在脸上 再用化妆棉轻轻地给擦掉就可以了 化妆棉上擦下来的面膜还真的是这种黄黄的颜色 虽然这个使用方法有一点点复杂 但是现在我觉得效果还是挺好的 就是洗完之后确实是皮肤有提亮一些 作为一个清洁面膜来说的话 它用完之后脸不会特别的拔干 然后呢又没有那种多余的油分 用手摸还是挺软挺滑的 然后呢再涂一个FID的这个V安瓶精华 这主要的工程呢就是瘦联啊 紧织啊提升啊抗氧化啊这些 对于抗初老来说的话还是挺合适的 这个也是我一直很种草的一个精华 精华安瓶呢是韩国ID整容医院研发的 这个整容医院真是超厉害 因为它是亚洲最大的国际型整容医院 也是呢韩国唯一一个建制部认证的大型医院 之前就特别还看一个韩国整形类的一个节目 叫light mirror 这里面就是会把比较有缺陷的人呢 筛选出来之后呢 对他们进行一个全身的一个改造 这个ID整形医院呢就是light美人当时的一个指定医院 所以呢这个医院里面呢就包括整形啦 牙科啦皮肤科啊巴拉巴拉的 还会自己研发一些个护肤品 这个里边是有一个下菩草的一个成分 像如果早上起来就脸会特别肿嘛 那就可以涂在皮肤上边呢 可以帮助我快速一个消肿 而且呢它是这种低管的设计还挺方便的 用紧致提升来的精华 一定要有一定的手法 轻轻的由下和向上这样慢慢的推拉 哇它现在涂在脸上真的是有一种在打针的感觉 就是会有一点点刺刺的 现在皮肤的这个光泽度还是挺好的 就是韩国女生喜欢的那种水光机感 这个精华给我的惊喜还真的是挺大的 用完之后自己也会再回购它 这个呢就是我在天猫火地上面买的这个小贡大牌啊 这是法国的这个一夜回春睡眠面膜 据说这个面膜啊 非常适合我这种干性皮肤啊 或者是敏感性皮肤 简直就是那种像我一样熬夜党的救星 这个牌子呢是联合丽华旗下的法国高奢护肤品 它是由一个法国微电子学博士 耗资千万欧元创建的 真的这个牌子在法国真的特别火 就几乎是每一分钟都会有一个人去购买它 这个一夜回春面膜呢是他们家这个牌子的一个人气爆款 我看好多明星人都推荐了这个面膜 特别适合像干性皮肤啊 还有熬夜性的皮肤 它就像个面霜一样 这个睡眠面膜呢可以多涂一点 就这个睡眠面膜就把它上真正的涂在脸上 之后也不用按摩啊什么的 它就会自然的成膜 它就真的是像一个面霜一样 作为一个睡眠面膜来说的话 真的是完全不用担心它会沾枕头啊什么的 就平时也可以把它就是后敷15到20分钟之后再洗干净 也可以作为一个急救面膜来用 它真的是很润 就是作为干皮真的是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我一会儿呢就要这样去睡觉啦 我还挺期待它在我皮肤上边的 就是明天的一个效果的 大家早上好起床啦 现在脸好肿咯 现在刚刚看了一下皮肤比昨天 我们就软一点然后细腻一点 应该要长期用才能看得到吧 这几个呢都是我在天猫国际上边发现的一些小众好物 因为我是一个干性的皮肤嘛 然后又到了这样的一个年纪 是我自己用完之后吧 我还是挺喜欢这个安平精华 还有这个睡眠面膜的 这涂在皮肤上就真的会很润和有光泽感 大家呢如果对这种比较小众类型的呼吸品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自己上天猫国际的搜索国家宝藏继续探索 呼吸品呢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 就也不是说你要去选大牌啊 或者是那种很高端的产品 那这种小众的品牌呢 其实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而且我觉得性价比还真的还挺高的 好啦那我一会呢就睡觉啦 大家晚安 好 好